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牛逼的人类 不仅背着一个200斤的壮汉在水面上狂奔 而且就连鞋底子都没有事 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水上飘 为了救活冰死中的夺尔 烈海王需要快速地带他赶往附近的医院 事不宜迟烈海王背上夺尔 开始了和死神之间的赛跑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赶到 烈海王扔出手中的绳索缠在桥上 然后猛地一跃而起 突然一辆摩托车急驰而来 只见烈海王单掌一挥 顿时一股强大的隐形气流贯穿摩托车 事发突然 烈海王到欠后就继续赶路 眼看着神星会馆就在眼前 一条小河却挡住了烈海王的距离 为了能够节省时间 烈海王决定直接从河面上穿过去 只要能在这十米内蹬个700到800 就应该不会沉下去 旁边钓鱼的路人都惊呆了 估计这种事情和别人吹牛逼都没人相信 好在有惊无险 烈海王凭借着超强的轻功成功上岸 经过重重关卡后 烈海王终于感到了神星会 经过及时的救治 朵尔的身体脱离了威胁 就在这时烈海王准备了 丰盛的中华美食来看望朵尔 朵尔一边吃着药膳一边感叹 没想到人类还能在水面上行走 为了不打扰朵尔休息 烈海王叮嘱他安心养伤后便转身离开了病房 当烈海王再次来到病房时 朵尔已经离开了 身体刚刚恢复的朵尔来到神星会馆 为了表示对神星会的担心 朵尔决定将所有人都埋葬一次 克斯听后暴怒 既然你想打那我就成全你 可就在这时 朵尔竟提出想要换套衣 随后他拉开背包 居然从中取出了一套防火服穿在了身上 克斯顿感不妙 刚想发起进攻 可以为时已晚 朵尔在空中洒出一袋面粉 他想利用真空制造粉尘爆炸 做完这一切的朵尔像都没事人一样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暗发现场 可突然一道身影拦住了他的屈无 安家 全岡井 大摆地离开chen 起来 去哪里?